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栈处于闹市之中 韩远不喜喧嚣 便让爹小二将自己带到楼上一处 这哑尖歇息 这半晚 韩远吃过晚饭 刚想读书 却听到外边传来这嘈杂的声音 这打开窗子 这向下一看 下面这闹市是灯火通明 这不远处的 有一半仙正在那与人算命 这周围围满了这围观的人呢 人多嘴杂 吵得这韩远呢 是无法静心读书 便索性啊 这扶在这窗台上 看那半仙呢 给人算命 本以为啊 又是一个神棍吧 这哄骗人一些钱财 然那半仙啊 这寥寥数语之后 面前算命的老者啊 露出这惊讶的神色 这神态啊 这恭敬了起来 显然呢 是被那半仙呢 严重了一些事情 想不到 这半仙还真是位高人呢 这韩远心想 这饶有兴致啊 又看了一块儿 那半仙算卦极准 让旁观之人呢 是嘖嘖称奇 正看呢 看得专注 那半仙呢 抬头这看下韩远 这朝起来喊道 韩公子 何不下来 一问虔诚啊 韩远见这半仙呢 称呼自己韩公子 这一正 心到这半仙 果然厉害 能够凭空得知自己的姓氏 这心中一想啊 这问一问 此次这科考啊 这能否中榜 嗯 便快步啊 下楼 来到半仙面前呢 直言呢 自己是一届书生 这前往京城 参加科考 询问自己啊 能否榜上有名 这半仙笑道 公子能否榜上有名 要看公子自己啊 先生思言何意啊 韩远不及 这问道 公子 考运在东方 若向东行 便可中榜 不 京城再难 我若东行 又怎可到京城参加科考啊 公子 只管往东走 即时便会知晓 这半仙笑了笑又说道 公子若是听我之言 必可黄榜高树 如若不然 便会名落孙山 这半仙 这半仙将信将疑啊 不知半仙之言啊 是真是假 从怀中掏出几枚铜板 这欲付挂金 这半仙却回了回手 这并未收取 回到客栈 韩远在房中啊 是来回的夺步 这不知啊 该如何是好啊 那半仙 连挂金都未收 不像是胡言乱语 狂骗自己啊 思量啊 据科考之日呢 尚有粤语 这时日充足 韩远便决意先往东行 却收那半仙啊 待韩远离去之后 便收了挂摊 来到一处僻境角落 见四下无人 竟化作一股青烟呢 是没入地下顿去了 历日 韩远动身向东行去 吉日之后呢 来到一座城去 这城墙呢 是破败不堪 显得很是古旧 斑驳的城门上 隐隐 这泛着星红 好似鲜血啊 这崩溅在上面 这年今 这碎久之后啊 这那个份光泽 此时已是黄昏 也许是天色暗淡 透过城门呢 往城中望去 城内呢 是漆黑一片 而城门犹如一张张开的血盆大口啊 显得很是害人 城门前并无守卫 周边也无人 这莫不是一座荒城 这韩远呢 有些惧怕 然自己一路走来啊 所经之处呢 皆是荒芜人音 不得不啊 这露宿荒野 几日啊 未曾好好休息 今儿呢 是终于见到一城 又怎能不入啊 这硬着头皮啊 这穿过城门 走了又有一刻住 呼见前面呢 是灯火通明啊 街道上 人人呢 是熙熙攘攘 很是繁华 终于呢 尝输了一口气 韩远 行走在闹市的街道上 不断在人群中穿梭 这两旁呢 皆是小摊贩 叫卖声啊 这不绝于耳 各类货品是应有尽有 看得是目不暇接 正唏嘻啊 此地繁华 这呼的一阵风吹来 将这路旁啊 一正在与人交易的老者 手中这钱呢 而且是这钱钞 这寡妃了 正好一张啊 恰好 落在韩远的面前 韩远 弯腰啊 想要捡起来 地狱老者 却猛的挣住了 那张钱钞啊 竟不是普通的钱钞 而是亡人所用的阴私纸 这韩远诧异 那老者呢 走来将这明朝捡走 观老者 衣着神态 不似吃杀之人哪 怎会用明朝与人交易啊 这韩远不及 正正地看着那个老者 呼的脸上出现了惊恐的神色 他看到灯火下 那老者竟然没有影子 莫非 念及于此 韩远被吓得脸色沙白 此时老者回过头来 对着韩远笑了笑 更让韩远是寒毛耸立啊 那老者将手中的明朝递于小范 小范接过这明朝看了看 然后揣入怀中 这神色如常 丝毫不觉得奇怪 韩远感觉很是不可思议 看着那小范 竟然发现那小范 居然也没有影子 他缓缓转过头来 望向街上的人顿时是冷汗直冒 毛骨悚然 街上的人哪 全都没有影子 他呼的 明白了 这街上没有人哪 全是鬼 韩远风一般的逃出了闹市 慌不择路 也不知跑了多久 累得是气喘吁吁 实在跑不动了 停下来后 发觉自己来到了一处荒郊之地 这时隐隐约约 听到前面传来阵阵这凄厉哀嚎的声音 寻生向前走去 看到前面有火光 小心翼翼地靠近 发现竟是一处土石砌成的台子 十分的宽广 似祭坛一般 这上面人影晃动 这气力惨叫声啊 便是从上面传来的 韩远 不知那是人是鬼啊 不敢贸然向前 这躲到一棵树后窥探 见台子上有两口大锅 这烧得通红 里边盛满了这沸腾的油啊 这冒出滚滚的浓烟 几名穿着似牙翼的人呢 正将两个人呢 是放入油锅中炸 那两人呢 被炸得是浑身焦黑呀 却还不死 在油锅中是不断的挣扎惨叫 一旁还有许多人被捆绑在这柱子上受着鞭刑 被抽打的呀 是鲜血淋漓呀 哀嚎不止 韩远看到台上的人呢 都没有影子 心里很是恐惧 心到自己 莫不是来到了地狱呀 接连不断的惊吓 让韩远是双膝发软 几乎是站立不住 过了许久 方才缓过劲了 这时台上油锅中的两人 已经被捞了上来 用锁链捆绑在了石柱上 那两人浑身焦糊 油载啊 痛苦呻吟 然后牙医们 这压着受鞭刑的人呢 离去了 韩远也想要离开这时飞之地呀 却不料 无意中踩到了地上的一根枯枝 这发出了声响 被捆绑在石柱上的两人察觉了 这看到韩远后啊 是哀呼救命啊 韩远见此 心生怜悯 是不忍离去 却又不知道这两人的身世来历 不敢轻举妄动 这犹豫不决 然呐 经不住他们是苦苦哀求啊 见他们 此地呀 就剩他们俩了 这便走上前来到了两人面前 那两人虽在油锅中啊 炸得如这焦炭一般的漆黑 但依稀呢 仍旧能看出衣着灭香 其中一人呢 身材魁梧 虎辈胸腰 这鼻如玄胆 口大若全 身穿呢 这锁甲衣 似乎呢 是一个将领 而另一个人呢 是颇为销瘦 这两颧骨呢 低线 这身上衣着呢 已然和血肉啊 这粘连在一起 隐隐的 可以看出啊 是这道家的悬疑 两人呢 这哀求韩远 这解开锁炼吧 韩远呢 见他们可怜 便点头啊 这婴了下来 然而 他一介书生啊 这手无腹肌之力 那锁链呢 又捆绑得很紧 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方才将悬疑人呢 身上这锁链呢 这解开 正想再给另一个人松绑说啊 忽然听得有人是力声喝道 你是何人 在此作甚 这韩远抬头 见是几名牙医啊 返回来了 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啊 是惊慌逃跑 牙医们在后边是穷追不舍 韩远跑了一会儿 体力不支啊 累得细喘吁吁 吁亮亮腔腔 一个不慎 被地上这石头啊 这半倒塞地 见牙医们呢 这追了上来 韩远吓得是面无人色呀 这心到这下晚了 被那些牙医捉住 若放到这油锅中炸呀 岂不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却不料啊 牙医走了过来 丝毫不理会这韩远 朝他这地上啊 影子里边 伸手一抓 竟抓出这一个人来 正是啊 被韩远解救的那个悬疑人 你这次犯下滔天罪过 不但不思悔改 甘心受罚 竟还想隐匿在影子中逃走 定要将此事告知阎君 让你最佳一等 去那无间地语 永世受罚 鱼牙医啊 这历生的说道 学医人听后啊 显得很是惶恐啊 这跪在地上不断的是磕头哀求啊 那牙医呢 对他是看也不看 转头对着韩远说道 你这生人 怎得闯入此地 胆敢私放罪人 也一并 牙解回去 听后发落 这韩远听罢呀 吓得是双膝发软呢 被这牙医呢 捆绑着 这牙网着 往回走 这走着走着呀 突然迎面啊 走过来一个人 那人呢 手持一杆 这判官笔 身着红袍 这面相啊 这三分四人 七分相鬼 这长得呀 这很是丑陋 见到韩远呢 被这捆绑而来 这吃了一惊啊 这询问这牙医啊 这发生了何时啊 这牙医呢 对他很是恭敬 称他为这崔大人 将事情的经过呀 如此赠般赠般如此 这说了一通 那人听罢呀 笑了 哈哈哈哈 韩公子心善 定然是不知那罪人的来历 才做下了措施 幸而无碍 便饶恕他吧 而后命人给韩远松绑 韩远不知他呀 这何以知自己的姓氏啊 是颇为惊讶 心到这人呢 虽然这面相丑陋 却很有善 这宽恕了自己的过错 这忙啊 是作医谢恩啊 那人说道 韩公子 无需多礼 快随我来 阎君呢 已经等候驼时了 这韩远呢 听得是一头雾水 不知这阎君是谁啊 想到此处的景象 心到那阎君 莫不就是阎罗王啊 自来此地后 韩远心中啊 是疑惑颇多 便开口啊 向那人询问 那人点了点头 确切地说 是第六殿阎王 变成王 而我便是他手下的叛官 韩远听后啊 虽心中是早有准备 你不免得心惊啊 他听过阴间呢 有十殿阎王的传闻 不曾想 竟是真的 只是那十殿阎王啊 居于幽冥之地 而自己啊 身处阳市 怎可相见呢 这判官啊 好似看出了这韩远的疑惑 只笑道 你可知 此乃何地啊 这韩远摇了摇头 此为 枉死城 城中无人 皆是枉死之鬼 而死城便是由 变成王掌管 这韩远听后 惊诧不已 我自怀成向东而行 怎会误入阴间的 王死城中啊 此城虽为王死城 却非属于幽冥 而是处于阳间 判官 长叹了一口气 唉 此城原名为阳城 二十年前 旧朝崩离 而新朝魏立 天下大乱 各路兵马 纷纷起兵 争夺天下 其中 有一人 名为图红 原为前朝之相 见江山洞荡 便起兵 与谋夺天下 率兵攻城掠地 进进城市 燃起生性 阴狠毒狼 杀人如麻 长行屠城之举 唯天道不容 命数将尽 本该葬身于淮城之战 燃起麾下 有一军使 名为老齐 扇齐门之道 有推演之术 他洞袭天机 告知图红 必已走怀城 转攻阳城 攻城之后 因恼怒于 城中百姓 誓死抵抗 下令图城 一城之中 无疑幸灭 皆丧命于 其屠刀之下 判官太习不已 又说道 阳城百姓 受病危机 本不该死 却淹死于图红手下 按阴间律令 该魂入王寺城 然由于人数众多 阴间王寺城 无法容下 王寺城的执掌者 第六段阎王 汴城王 值得下令 江云魂 只留于杨氏 吉日之后 图红率兵时离去 杨城便成为一座鬼城 城中无人 唯有王子之鬼 交由汴城王管辖 随后 一名为王子城 寒怨听吧 心道 怪不得自己 来死城后 所见 皆是鬼魂 心中 一对城中冤魂呢 是颇为怜悯的 跟随在叛鬼身后 向前走去 一路心中是忐忑不已 不知那变成王 找自己合适啊 片刻之后 两人来到一座大殿 入了殿门 见殿内两旁蛋站着 这许多阴差 这殿中 端坐着一人 那人头戴方官 身着长袍 这 素腰勒带 这足踏着葛勋 这长相庄严 不弄自威 这判官 上前跪拜 韩远心知 这定是那 汴城王了 也慌忙啊 是失礼叩拜 韩公子 乃杨氏是人 不归 本王管辖 无需多礼 这汴城王 起身说道 金勋你来 乃是有一事相求 还望 韩公子 莫要推辞 韩远 哪敢推辞 站起身来 这慌忙说道 啊 大王 尽管吩咐 这汴城王点了点头 沉思片刻 韩公子 可知 这是何地啊 啊 来之前呢 崔大人 以和在下说过 此处 出于杨氏的王死城 是杨城 王死之人 魂居之地啊 那韩公子 可知 王死之人 为何要 魂入王死城啊 辟城王又吻道 韩远摇了摇头 啊 小声不知啊 王死之人 乃是 寿命未尽 却因故 丧命之人 他们死后 往往会心中不甘 心怀怨恨 故 无法转世偷胎 须得 站住 王死城中 平复怨气 若是被人 谋害而死之人 可登 城楼 望人间 其眼看到 谋害自己的仇人 遭受报应 化解怨气 但怨气 消敏 仇恨殆尽 心无挂碍 直至 原有寿命尽时 方可 投胎转世 韩远点了点头 辟城王 便接着说道 二十年前 阳城百姓被图 皆为王死 怨气冲天 半载之后 那屠红 战败身亡 军师惨死 我便将他们 魂魄拘来 派你 游锅之行 每日 在刑台行刑 以凭 城中 怨魂怨怨怨气 魏国几年 城中 军师惨魂怨气 渐消 只带 受尽 重入轮回 然 却有一老妇人 怨恨难平 心中 挂碍难放 无法轮回转世 后经 英柴探植 她本为 城外的 双腹 当年 为给 身患重病的 儿子 抓药入城 恰逢屠红 功成被杀 死后心中 挂念儿子 执念慎重 怨气不散 今许你来 便是想要你 充当她 早已过世的儿子 安抚于她 让她 了却心中挂碍 得以轮回 海远听后说道 此乃善事啊 小生 定当 协力相助 此事若成 本王必在那 功德不上 不上疾病 为你 基因 续德 保你 一世复归 韩远 是作一道谢 而后在 盼管的带领下 这出了大殿 片刻之后 两人来到了 老妇所及之处 这盼管 这推开屋门 韩远见到房中的老妇人 她双鬓斑白呀 发似凌乱 面向凄苦 神情呆滞 手中拎着一包药 在房中呢 是来回毒物 口中啊 是念念有词 对近来的两人呢 是视而不见 哎 这多年以来啊 她心中思念成疾 执念过重 蒙蔽了心神 一时失智啊 这盼管 叹息的说道 这韩远见此 顿感心酸呢 只对那老妇人呢 有种是 难言的亲切 这不禁上前呢 到了生娘 老妇人是突然听到 不禁的一震 双手战斗不已 抬头望向韩远 你 你是我的 孩儿 韩远见到的老妇人呢 双目寒泪 神情欺切 不禁呢 也湿了眼眶啊 娘 是 我是你的孩儿 我来看你来了 然这时 那老妇人却神色一变 摇了摇头 不 你不是我孩儿 我那孩儿 未及八岁 怎会是你啊 娘 当年 一为我去抓药 医走多年 孩儿 得善人照料 依然长大成人了 老妇人一震 哎呀 是了 是了 是娘活度了 这老妇人呢 拍了拍自己的头 说道 当年 娘 入城抓药 却死于城中 心中愤恨 牵挂于你 这见惜了心智 浑浑噩噩噩 这过了许多年 今日啊 方才被孩儿 你唤醒啊 自你啊 道出那声娘 娘啊 便知道是你来了 娘不该怀疑你 是娘老糊涂了 这老妇人呢 是颇为自责呀 娘 是孩儿的错 今日才来看你 让你网受了许多苦难呢 老妇人此时啊 再也是难以自禁呢 她轻浮着韩远的脸庞 是泪如雨下 泣不成声啊 韩远 虽知自己为假冒 然心中呢 却涌起这 难以言明的情绪 一是动了真情啊 泪流满面啊 然后这言语继位着老妇人 这两人呢 犹如真正的母子 是相谈多事 之后老妇人说道 得知孩儿你无事啊 娘也便不安心了 娘已死多年 今日终于了无牵挂了 也该往生去了 这韩远 气泪与老人作别 在老夫人离去之后 韩远感觉心中啊 是莫名悲痛啊 久久无法释怀 韩公子 助人往生 此为大善 严君必会为公子 增添功德 这判官说道 举手之老 又岂敢 严功啊 这韩远呢 失去眼泪 既然此事一罢 在下也该走了 今日将有咒语 怕会耽搁了公子行程 可靠之日临近 不如啊 让我送公子一程 这判官严霸呀 命几名阴差呢 这抬了轿子 让这韩远呢 乘叫而行 韩远上轿 只听着这耳旁啊 是风声呼啸啊 为过半个时辰 以身呢 身在京城了 严罗殿中 判官向汴城王回复 老人已入轮回 还书生离去 汴城王点了点头 那韩书生 是为老妇人之子转世 老妇人当日 取药为归 其子因此病死 亦算亡死 既让他们母子相见 了却老妇人心中挂碍 由于韩书生 增添功德 让他得中皇榜 富贵一世 全做补偿 亦算合情合理呀 这判官问道 为何不将实情告知那 韩书生啊 韩书生 已轮回转世 喝下了孟和汤 斩断了前世的亲缘 再与前世 再无干系 前世之事 又何必 再让他知晓啊 这判官听吧 点了点头 然后啊 退出了阎罗殿 半月之后 科考结束 出榜之日 韩元果然高中 此后围观 平波青云 是一世的富贵啊 故事啊 就到这了 一句话 分享一下老杨的前程 或者说 老杨的心里话吧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啊 真的是啊 这个 善与人间 不是真善 好了 这个 故事啊 就说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